我们现在走在位置在高雄的民生医院 可以看到现在进行的就是从这个日本送过来的 AZ换疫苗的第一波的施打 可以看到医院方是特地拉出了一条动线 目前来进行施打的人员呢 都是在排在C02跟C03 也就是救护车的随车人员 以及这个第一线的防疫人员 在第一波尚未施打完的 今天都收到了通知 各自陆续来这个院方进行这个疫苗施打的动作 200位主要都是我们的这个紧急这个医疗系统 就是我们所谓的EMT的这些我们的伙伴 还有一些这个港府的一些人员 来做疫苗接种的一个工作 平均疫苗下来呢 可以施打到11个人左右 在今天高雄民生医院呢 两点开始准时施打的日本送来的AZ疫苗 总共呢 是大概通知了180到200人过来进行施打的部分 而在这一波施打完之后呢 陆陆续续呢 就会接下来几波也会来通知 进行防疫人员的施打工作 以上就是在高雄民生医院 为您掌握的一个情况 就是这个第一线的防疫人员 在进行AZ疫苗施打的一个动作